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的发展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为何说阿斯麦尔光刻机时代即将结束? 这对于世界芯片的发展有何影响? 中日俄在光刻机上取得了怎样的发展? 有何巨大突破? 我们都知道,一说到光刻机, 我们就会想到荷兰的阿斯麦尔光刻机, 它有着全球领先的光刻机技术, 这就使其在光刻机领域上占据着垄断地位, 且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这就使其更加是赚取了巨额利润。 据报道称,由于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在美国的要求下, 将总部搬到了美国, 这就使美国可以更好地对其进行监视, 严格把控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生产的EUV光刻机的出货。 报道还指出,美国在多次修改芯片规则, 这就导致全球芯片市场出现了严重短缺的情况, 这也让世界各国都认清了美国的真面目, 都意识到要发展半导体行业的重要性。 因此,中国、日本、欧盟等国都在大力发展自主芯片产业链, 并加快对光刻机技术的突破, 以此来对荷兰阿斯麦尔公司产生巨大冲击。 对此有专家表示,荷兰阿斯麦尔的时代正在结束, 将开启新的芯片时代。 现如今,随着全球缺芯的情况日益加剧, 这就是全球各国对于芯片的需求急剧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 大大加快了世界各国对光刻机的发展, 因此, 这就对荷兰阿斯麦尔公司产生了巨大冲击, 也对其垄断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 之所以, 世界各国要起来加快对本国光刻机的研制, 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光刻机对于芯片生产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在相关规则限制下, 一直都无法自由出货, 这就严重影响阿斯麦尔公司在全球光刻机市场上的发展, 也使世界各国在光刻机上被卡脖子, 因此, 就是由于这样的困境, 就促使世界各国不得不加快对光刻机的研制, 实现自主生产芯片, 以此来满足本国芯片行业的发展。 那么, 光刻机是怎样的存在, 发挥怎样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都知道,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好几种, 用于生产芯片, 用于封装, 用于LED制造领域, 一般的光刻工艺要经历硅片表面清洗烘干, 涂底, 玄图光刻胶, 软轰, 对准曝光, 后轰, 显影, 硬轰, 刻时等工序, 而其工作原理在硅片表面云胶, 然后将眼模板上的图形转移光刻胶上的过程, 将器件或电路结构临时复制到硅片上的过程。 因此, 光刻机也被誉为人类顶尖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 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的智能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芯片, 因为小小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大脑, 可想而知, 芯片对于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多么重要, 而制造芯片的光刻机更是炙手可热, 而许多国家都十分地渴望掌握光刻机的技术。 此外, 据消息显示, 虽说一颗小小的芯片看上去只有指甲盖大小, 但是在芯片内部却含有上亿个晶体管线路, 想要完成芯片的生产, 靠人眼显然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光刻机的指出, 光刻机利用极子外光源等技术就可以轻松完成芯片的生产。 虽然光刻机对于芯片的生产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但是想要研制出光刻机, 就需要掌握研制出光刻机的三个核心零部件, 其中就包括摄影物镜、光源以及双工作台, 然而其中较为难突破的就是双工作台。 据悉, 光刻机双工作台就是光刻机内两个承载晶圆的工作台, 两个工作台相互独立同时运行, 一个工作台做曝光前的扫描、测量、对准等准备工作, 另一台做晶圆曝光, 而高端EUV光刻机则对工作台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产能。 因此, 可以说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是芯片行业的技术壁垒, 也是制造难度最大的核心零部件。 而长期以来一直被阿斯麦尔公司所垄断, 也成了阿斯麦尔公司的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光刻机安装的复杂和繁琐, 所以阿斯麦尔公司的工程师曾说过, 即使公开图纸也没人能够造得出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光刻机研制的难度巨大。 但是, 虽然光刻机的研制难度十分大, 但是世界各国都在加快努力去突破这一技术。 据悉, 日本在光刻机的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其中日本的佳能和尼康两个老牌光刻机巨头企业 已经宣布将重新进入光刻机领域发展, 并且最快将在2023年研发出一台先进的3D光刻机。 此外, 俄罗斯也正在计划研发先进的光刻机技术, 并使用比荷兰阿斯麦尔公司所生产的EUV光刻机 使用的极子外光源波长更短的X射线来研发光刻机, 可以说, 日本和俄罗斯所研发的光刻机技术 都是要比荷兰阿斯麦尔公司的光刻机技术更加先进, 也将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 中国也在光刻机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这部, 有消息称, 通过中国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 现如今, 中国在先进光刻机的研制中取得了飞快的进步。 有消息称, 在中国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器教授朱毅的牵头作用下, 中国光刻机核心零部件顶级供应商华卓金科公司 在光刻机双工作台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华卓金科公司研制的双工作台技术 打破了荷兰阿斯麦尔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这也意味着, 华卓金科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双工作台核心技术的公司。 不仅如此, 据悉, 华卓金科公司还对双工作台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纵向延伸, 突破了现在业内先进的六自由度磁浮微动台技术, 使其运动精度优于2纳米, 其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双工作台的分辨率。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华卓金科公司确实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拥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这就使其为中国研制65纳米至28纳米双工作台光刻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完全打破了荷兰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因此,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加快促进中国国产光刻机的飞速发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在光刻机的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促进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即使美国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但是, 非但没有阻止中国前进的脚步, 而加快了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并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加快自身的发展, 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现如今, 随着中日俄三国在光刻机领域取得的飞快发展, 这将使荷兰阿斯迈尔的时代逐渐走向结束, 这也将使荷兰阿斯迈尔公司不再是一家独大, 将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对于世界光刻机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将进一步加快世界光刻机多元化的发展, 这将极大缓解世界的缺芯状况, 为世界各国芯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